感覺跟模仿的差別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 你現在是要靠你的社會 對 然後但是 但是如果你沒有經歷過 他就不笑了 所以就是要借位投射 就剛剛會指我說 你們覺得他到底是借位投射 還是他可能真的有過那個經驗 對不對 但是那個東西就是 你如果是借到你以前有的真實經驗的時候 那個東西很真實 但是一個健康的經驗 你不是說是說我個人 還是說我看到別人 你個人的經驗 如果是借你個人的經驗的時候 那可能是你剛剛在那五分鐘 是活在你曾經某一段生命 不愉快的歷程 但是你現在回來之後 要把那個東西退掉 因為那個是 剛剛那個是想像 就是曾經看過別人 也行 所以就變成說 那個不管是借來的 還是你自己裡面有的 你出來了以後 要慢慢的把它 退乾淨 否則有的人是 你把那個東西叫出來之後 他不好回去 了解嗎 那我覺得一個負責任的導演 或負責任的心理醫師 他把你這個東西帶出來之後 他要幫助你慢慢的把它退掉 因為像我們以前 我們遇到有一些 帶表演的老師 他只有負責把你那個東西叫出來 然後後面那個傷痛 你自己退不掉 那個很麻煩 所以就今天有出來 如果來人家 不管是哭過笑過罵過 就是要自己慢慢走出教室 要 哎 哈哈 你真的退出來對不對 你這樣回來 哈哈哈哈 好啦下一個就是你了 來 大姐今天特棒棒 棒 來 棒在哪 第一點 像我做生人士佛武士 可是我可以逗同學 哈哈哈哈 還有沒有 還有就學到一些 原來自己也可以表演 原來自己也可以表演 你有沒有覺得 跟我上一次叫你們做的東西 有一些什麼不一樣 有 來 哪裡不一樣 上次的話是比較肢皮 他比較磨 有點可以磨 這次好像比較 都來今天就對了 齁 來今天有個氣球嗎 要很一點 要很一點 哈哈哈哈 來 掌聲鼓勵 來一點下一個同學 好來 來 呃 真的是來真的 然後有點 他有哭 然後那個 情緒有點回哭 真的啊 就是 老師那個 幫奧運輔導一下 要輔導一下 哈哈 試試一點 啊試試一點 哈哈哈哈 好啦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就是說 因為每一個人他在上面 他不管是他來 真實的某一塊傷痛 或某一塊東西 或者 他借別人的借味投射 那個都是人家 生命中的那個血淚 然後 他用他的 情緒 能量 他的真實的情感 演出來給你 可是你知道嗎 一個專業的演員 他好像隔了一層膜 他就是 他就是 我只是負責把這些東西 演出來給你 但是我回來的時候 我還是我自己 了解嗎 那個東西就是一種 他可以把那東西 做一種很健康的 有點說是分裂或分離 啊 但是你們現在的狀況 你們都是用 自己的身體 跟自己真實的情緒 來一本做真的 了解嗎 可是一個專業的演員 他就是啊 聽你這樣講的時候 他就現場來一遍 但是他來到是很逼真 但是其實那是假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演技 他的技 的高超的程度 是來自於這個東西 像 上次言文女兒那個家暴的爸爸 他就是 大概看完劇本之後 他回家做了一下功課 然後人家摳通告的時候 他來現場的時候 導演一喊開始的時候 他一次OK 演到底 然後演到現場 你知道有一些能量很強的 演員他會不會帶對手 會 你們覺得今天哪幾個同學 是能量很強大的 然後你們感覺他在裡面 有帶到對手 好 還有沒有 金花姐 阿哥有沒有 大哥有 然後還有沒有 惠子有沒有在帶對手 惠子 有沒有帶對手 有 所以就是說 那種能量強大的人 人家就說 我會拜他帶著跑 了解了嗎 但是 回到一個演員的那個叫什麼 他的 他的專業程度 就是他的進去 跟他的出來 你是要怎樣 我叫你進去之後 你出來的時間也要快 或者說 你可能走出這間教室以後 你在 進捷運站 或者是 可能 在走路回家路上 你那個東西就像是 要慢慢的把它退乾淨 因為剛剛在這裡面 他就是一個 某一個騙客 某一個 專注的騙蛋 OK 好來 剛剛點到誰 來大姐你 來點完下一位同學 大哥 大哥 來掌聲鼓勵一下 今天課放不放 來放在哪裡 因為我來 就是想要學習一些 我不知道的東西 是 今天讓我去講的是 這些 像你拍桌子 以前不敢 我的家回不去了 我的家回不去了 今天很過癮的 派了一次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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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就是說 除了當然它是一個演出 它也會讓一個表演者 他能夠舒緩自己平常 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或者自己平常 其實想做 而可能陷於環境 沒辦法表現出來 但實際上在一個 一個特定的空間裡面 還能做得到 所以說我們在上來 我印象好 你們剛剛有每一個人 有的人大部分的人都有上來過 那就是說 你在旁邊看人家 跟你自己上來做 你覺得各自的學習是什麼 看別人做 你學到什麼 或你自己跳下去 演的時候你又學到什麼 來菱麗你說說看 你在旁邊看人家做 跟你自己下來 你有什麼差異 有什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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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我一次機會 你總話就 跟你拚 跟你拚 做自己比較好 對 你覺得今天你的收穫是什麼 今天讓整堂課走下來 我覺得老師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情緒引導者 跟專業教練 真的 來掌聲鼓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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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發到每個同學的潛能跟爆發力 真的 我覺得大家 欸 廖點一條三花公 上去上面表現都不一樣 真棒 給大家一個掌聲 掌聲鼓勵 揚聲鼓勵 非常棒 所以跟你之前在看的時候 就是 都是有等於說 也是在一個 一定的Label之上 對 所以你也認定 人天生會表演 來 剛剛老婆 剛剛還沒講到話 來 老婆 透過今天的課程讓我們知道說 有時候可能在家裡面的生活模式 應該也可以適當的抒發一下自己的情緒 OK 所以你們平常多數的人是很驚的嗎 都是壓抑的 都是壓抑的嗎 應該是這樣講 會覺得說 講一個最簡單的好了 今天家裡有衝突 我們的處理模式可能就是 就不想講話 習是凌人 對 習是凌人 然後就是要生活 但是在一個表演的場合 可能我今天也可以拿刀砍了你 對啊 沒錯啊 是啊 還在演 還在演 剛剛我有過 所以其實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們記不記得上個禮拜 我跟你們說 你是要有意識的去使用你的情緒 還是要沒有意識的使用 有意識的使用 就回到真實生活當中 你有意識的在笑 或有意識的在大罵 或有意識的在發功的時候 跟你被動帶著跑是什麼差 你們是主場 一個是副場 OK 還有沒有 會有觀察 好 還有 來 什麼叫會有觀察 就是 因為如果是被自己 就是帶著跑的話 你可能就是 被動的發生這些事情 你可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如果你有意識的話 是整個整場來過 你會知道 喔 原來我說了這句話 或是我用那個音量 會帶出什麼樣的結果 好 我們今天以這堂課這樣走完一圈之後 你覺得 你出門以後 回到真實生活當中 你感覺對自己 可以有意識的在使用情緒的 請舉手 比較可以有意識的在使用 來 OK 好 為什麼比較有意識的來使用 跟你以前可能就是 人家丟什麼招我就被牽著走 或者說 欸 可能我在出招之前 我是已經經過 你覺得有意識的在使用情緒的人 他是順著情緒爆發 還是他是經過思考以後 我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經過思考 思考 OK 經過思考 來 說說看為什麼 因為經過思考 我們就能掌控這個局 這個場面這樣 很好 所以我如果經過思考 我可不可以拍桌子罵人 然後我在罵的時候 我會真的動肝火 還是我只是逢場作戏 逢場作戏 還有沒有 我可不可以也像這樣 突然崩潰大夫 我不要活了 可不可以 可是我可不可以立刻又收回來 我可能你們都還好嗎 可不可以 人生就天氣嘛 我們就回到一個生活情境 有時候你的配偶惹你生氣 你可不可以選擇不生氣 可以 可以啊 好 可以 OK 你的小孩惹你生氣 你可不可以選擇 不要中他的技 那就是一種什麼 因為剛剛今天 好 假設我亂講一個案例 小孩打破碗 正常我們立刻的反應 是要生氣或罵人 可是你可以選擇用另外一種方式 有沒有受傷啊 對不對 OK 或者說可能你的太太 或你的先生 做了一件什麼很白目的事情 你應該要生氣 你也可以選擇用另外一種方式去處理它 那就代表說你已經進入到什麼 你不會隨著事件 然後你的情緒就被帶著跑 那中間是發生事情 你說什麼中間發生事情 我說為什麼可以走出去可以開始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要你練習 你是有 你的敏感度 你是可以決定就是說 當今天有的時候 我們發生事情 你是連是非題都沒有得選 你就只能有單行到去做這件事情 情緒反應的當下 你可以做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改變和調整 也敏感到東西的變化 或是情境的變化 或是我也觀察到那些情緒的東西 也是 就是你可以是抽離出來去看 喔 原來現在這個情緒發生了 我以前我都是哭 或我以前我可能都是委屈 或者我以前可能都是壓抑的 我這一次要換另外一種方式試試看 然後你就會去想說 保利是誰嗎 對不對 喔 他們莊子在帶的 對… 可不可以這樣子 可以 但是你如果要保利是誰嗎 你會不會經過思考說他可能這樣會有1 2 3 不會 當下一定不會啊 對不對 但是我要你練習的是 我要你練習的是你要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你的後面三步或後面五步要去想 你要想嘛 你要想嘛 瞭解嗎 你要跟我退的路 就進路跟退路都要先想清楚 你才能夠做這個決定 或者是做別的決定 OK 來 大家今天還沒來 今天的課棒棒 很棒啊 來 你學到什麼或你看到什麼 就是說自己心裡想的表達方式 可是上去演的可能又會出入會很大 我覺得出入會比較大 想的跟做的實在是 跨人走跟自己走 會差很多 會怎麼 差在哪 差… 可能我們想說我們是比較安靜的模式 那但是後來我想過 這是一個要有戲劇的張力 不是像平常生活很平淡 你把他安撫下來 是一場有人要看的戲 所以必須要有戲劇的張力 人家才會延續想要看這張 OK 你有這個概念之後 你覺得帶回到日常生活當中 這你有什麼幫助嗎 帶回到日常生活 因為日常生活可能是這樣 可是我有了戲劇的概念 我回到日常生活去處理人家關衝突 或者是安慰一個人 或者是可能我很開心 我會有什麼差別嗎 差別嗎 因為 目前還是比較平的狀態 所以還是不會 慢慢來 對 慢慢來 對 他們沒有那麼快 來 韻婷是不是 來 說看你今天學到什麼 我覺得今天有一個很大的 應該說是發現吧 因為之前對戲劇的概念是 它是一個寫好的劇本 有台詞 我知道我下一步要講什麼 你會給我什麼 但是今天是即興 我覺得像有時候剛剛老師說 要她說我不要活了 我本來對這個的想像是 它不是一個這麼極端的狀況 可是它出來的是這樣子的反應 所以我覺得即興最難的是 今天如果是我坐在她 我是坐在她旁邊的人 她給我什麼我要有相對的反應 而不是我原本所想像的 不是那麼極端的 所以那她 韻婷在講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們三個在台上是演三台 現在是一台戲的概念 一台戲 一台戲的概念 今天她講一個就是 我的對手丟出什麼能量 我要用多少能量回敬她 對不對 那才叫做我們能量是相當的對不對 來 正常的大姐 來 妳今天最正常的 今天不要擋我的眼睛 我是接著老師給我一個很自由的空間 讓我們這個自由去發揮 也沒有特別說 叫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也是都很極細的表明 我打出我一切本身的氣勢 雖然我演得不好 可是下一次我會 不會啦 妳今天沒有不好啦 來啊 妳今天只是在 利用玩哄欸 哈哈哈哈 欸 我問一下 妳們覺得 給妳劇本這樣照著本來 跟直接 現場的體性 哪一個比較難 應該是 記性比較難 沒有 記性會比較好演 有劇本就被框住了 對啊 因為我還要在那邊背 然後 可是有沒有人 叫我們 我們也不知道 他到底要給我什麼 我會給他 說你們很厲害 很厲害啦 我覺得 你自己這樣拿啊 你的情緒也沒有辦法 事先培養 事先計畫 都沒有 所以妳記不記得剛剛我們就 做菜 然後開線容易做線 來 為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食物經驗 這是食物經驗 就剛剛跟那位大姐講的一樣 就看人家做跟自己做的 不一樣 但是妳覺得 我投入 妳看的 妳有沒有看得很投入 我有 我 妳也很投入 妳覺得妳在他們身上 妳看到了誰 跟妳以前認識的不太一樣 誰 啊 有沒有 瘋過 可是我覺得 妳們覺得他有沒有很享受 在發瘋的過程 有 來 再給他掌聲一下 好 這樣瘋五分鐘感覺怎麼樣 或是過瘋嗎 我覺得人生會有不一樣的體驗 因為來上課真的是 我是比較辛苦 因為我又要上班 所以我一趟路都要一個多小時 所以我都比較認真在寫 我也不知道在寫什麼 怎麼會啦 可是我會覺得 學習就是不斷 不斷就是不斷的創新 然後就更多的心知識寫自己 然後能改變到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妳覺得今天誰有給妳吸收到能量的東西 這裡面所有的同學 其實同學都會 講真的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天賦 都是我可以看到的 像我是看到他很美的那種碎姿 我真的很享受他那種意境 所以很美 對 因為他的就轉身還是更什麼 我會比較 因為我比較出線條 他比較細膩的 那種 所以我覺得很棒 每個人其實都有他的特色 只是說很多人沒有表演 還沒有演出來 我相信 我也來期待 欸我問一下 今天 我們來的全部都是即興的東西 我任何一個角色或任何一個橋段抽成不同的人來演 他會不會演成不同的樣子 一定會 所以 今天的這個課程他有標準答案嗎 沒有 但是換成別人來可能就會做成另外一種東西 那他有對錯嗎 沒有 但是要怎麼做到到位呢 要怎麼到位 就是他也可以到位 他也可以到位 他也可以到位 那到底要怎麼樣才叫做 大家都到位 投入到戲劇裡面 還有 然後讓大家觀眾有那個向心力 還有沒有 他剛剛講到說 讓觀眾有感覺到我在做這件事情 而且我滿足 我讓你滿足了 這樣你有算嗎 這樣對不對 因為每一個人他都會有什麼 解讀 我在想念一個人 我很痛苦 我很難過 或每一個人都有那種 拍桌子給我閉嘴 或你有人被他喊你閉嘴 對不對 那那個東西就會變成什麼 觀察是你來做別人的那個東西的時候 你也可以到位 只是怎麼樣 你要做到讓觀眾 心服口服 好 我們一折 你贏了 演給觀眾看就是怎麼樣 觀眾就是你的評審 觀眾就是你的敵人 你要讓他知道 好 我放你跪關啦 有沒有 像剛剛那有一些那種 重口味的 你們這些 從來 從來不夠 不夠鹹 好 來兩位 看著很過敏 哈哈哈哈 連看就換你們兩個做出改了 好 來 來阿哥哥 今天 學到什麼東西 有啊 就是看到大叫的果然都非常出色 喔 那你覺得換成是我 我可以怎麼到位 我要退縮 會退縮 為什麼 要退縮 因為我不敢表演 因為帶著羞恥心對不對 欸等一下 有丟掉羞恥心有沒有差 有 差很多 差很多 來 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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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羞會不會影響到你的 等一下 如果我說今天 一個演員 就是放出來 要到位的時候 害羞會不會影響到他的專業表現 會 笑場會不會 會 不專心會不會 會 所以要怎麼改善 改善 這是要不要臉啦 阿兵 你拿掉 老師電燈一定會掉 對啊 叫你不要臉的 不會了 叫你不要臉 你反而要臉 很奇怪 來 歡迎 來 你今天在下課前給我們驚喜 對 沒有 因為我之前看那樣 剛才有時候 我想說 叫我上去 我一定做不到 那為什麼後來 我叫你不要活 你真的 演到大家都覺得哪裡沒責 我的個性就是 覺得好像要有那種 要被強迫的那種感覺 我才敢做這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以後都要強迫他 哈哈哈哈 你們覺得他是屬於表現力的 還是那種所謂的抗壓性的 你們感覺如果你們是導演 你們感覺這種演員是表現力的 他應該是抗壓性的 怎麼說 那基本上他就能在 這樣叫叫別拼 在拼 但是有時候這種人 他反而會那個思維比較乾淨 一個指令就是一個動作 把它完成 OK 而且他們就用比較高拐 高拐 什麼都用 所以我就跟他們比較高拐 有時候我 他總注意力比較沒看到那種群眾 OK 好 來 帥哥 你這樣沒講到話 我覺得老師的情緒很厲害 就是 我是代課老師 你們的正堂老師 現在還在飛機上 對啊 就是 雖然自己沒有下去演 可是在他們 在同學在演的過程中 自己還是會去想 然後 在演完的時候 我是會在做回饋分享這一塊 就會想說 他們怎麼演 或是我上去的話 我應該要怎麼表現這樣 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這樣 通通都看一圈了對不對 每個人都是照妖精照過的嘛 齁 我現在直接問你們喔 我說演員有四種等級 有一種叫主角 扛票房的 有一種叫配角 是在幫襯主角 然後自己也很棒 有一種叫龍套 就是那種路人甲路人椅 然後就要瞎一個叫breaking 然後你是誰人 那也不知道你是在幹嘛 有一種叫客串 客串就是怎樣 有他出現了以後 戲就變得不一樣 就你們去記得 戲裡面有這四種等級的演員 真實生活當中 也是有四種不同層級的人 OK 好 今天這樣轉一圈 今天各位你們用心探或用導演 你們覺得誰可以扛票房 今天講這個問題好像太深了 還沒有看到大家的潛力都發不發出來 但是我現在留了一個伏筆給你們 你們就是去觀察 你們的後面一定有幾個同學 是負責要扛票房 有一些演員就是來幹嘛的 你知道嗎 來就是 來 不是 那扛票房呢就是要從頭扛到尾 然後呢 又要有一些人來陪他一起扛 只是變成就是說 人家那個來陪的配角是要 襯托那個扛票房 但是要讓觀眾還記得 我是配角 他能演得這麼棒是因為我的關係 了解嗎 因為演員有沒有倫理 沒有 演員有沒有倫理 沒有 到底有還是沒有 有 跟你講你要幹掉你像 概念叫做沒有人 但是現在我在講就是說當 來大台的情況就變成兩個人在台上演兩台戲喔 但是我現在在講是說八個人在台上演一台戲的時候 是變成另外七 就八個人都要在狀況裡面 只是變成說有一個人就說我不要火了 然後另外七個人要怎麼樣去救他 然後要救他讓觀眾覺得 那七個就是剛剛大哥講的 就喔他上去的時候你有FEWO 有沒有 那個東西就是一種什麼 配角 配角 然後 甚至於有的人就是來客串的啊 就是我竟然知道 欸場面就不一樣啊 好 就那個欸我有加香菜跟沒加香菜的差別 那就是客串演員出來的嘛 對不對 好那 有一些人就是演的 好像是路人講路人引論比 好那沒關係 因為每一個人進去的狀況 跟出來的狀況不一樣 好 慢慢來 慢慢來 OK 回去慢慢找這個東西 來 下課前給我三個鼓勵 我今天放在哪裡 老師好帥啊 什麼叫好帥 那什麼叫 老師好會演啊 老師好會教喔 來 講真的啦 棒在哪裡 這堂課棒在哪 來 我覺得老師 開發 開發 來說看開發什麼 開發大家的潛能 有開發到嗎 有 有 那給自己掌聲好不好 來 還有 老師 老師 把今天教的東西 跟大家的生活去做應對 然後這樣就讓激發更多的 那個東西在哪 上個禮拜我講的東西跟這禮拜有沒有連貫 有 有連貫什麼 對實際 有扣到對不對 來掌聲鼓勵一下 來 最後一個我們下課 最後一個鼓勵下課 老師有激發我們內心的表演的那種潛力 OK 還有沒有 我今天選的歌棒不棒 棒 請訓一下 太棒了 這些都是 音樂是最重要的 音樂是最重要 音樂有沒有幫到你們的嗎 有 有沒有幫到看戲的人也很投入 有 好了我們也給今天大家 一個料理的 音樂最重要